驾驶好端端的开在路上 正准备行进十字路口时 左前方突然冲出一辆轿车 驾驶连岸两声喇叭往右一闪 虽然躲过了冲出来的轿车 却撞上停在路旁的一堆车 旁边正好是东华大学的学生租屋处 车辆倒成一片 惊险车祸发生在花莲县受风箱 6月30号上午8点 只见白色轿车车头几乎撞成废铁 车头凹陷 挡风玻璃碎裂 无辜射波及的机车东倒西歪横躺路边 脱掉车来到现场将两辆轿车 一起拖回厂内维修 两车会碰撞 罩女会闪避 秋信男子车辆 擦撞路边 习我停放之一部自小客车 及六部补重机车 造成罩女身体多处差错伤 所幸改启车祸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双方驾驶也都没有酒驾 不过无辜造用的汽机车 赔偿责任以及车祸造势比例归属 还有再进一步厘清 记者刘吉祥 郭宇轩 欢迎来到综合报道 我是李宜轩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